续街上回 小红帽瞄准了猎人的这句话 如果我不说这个谎 那么你必定会去救外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相信你这句话是实话 但却引出了你另一个谎言 什么 另一个谎言 当时你是这么说的 不要和狡猾的狼人谈判 他们满嘴都是谎言 至于你外婆 很遗憾 她已经死了 既然外婆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你还是担心 我到了那里 会去救她呢 因为 我来替你说吧 因为 是怕我不死心吗 还是说怕我想去安葬外婆 或者说 外婆并没有死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心里清楚 外婆其实 并没有死 小红帽 你让我很吃惊 但你真的是不知好歹 什么 话都说到这里了 你还不明白吗 我确实 还不明白 那就让你好好开笑 居然还能回血 骗你 骗你说外婆已经死了 就是想让你逃出去 当时狼人马上就要恢复体力 再不走 我们都会死 所以 你外婆虽然没死 但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救她 现在不能退缩 要攻击她的哪一句话 不对 我们是有机会去救外婆的 就在狼人冲出迷宫之后 走这边 狼人冲出了迷宫 小红帽和猎人 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 只要去石门后面 一样可以成功逃脱 还能救下外婆 所以到现在 你还是在撒谎 猎人叔叔 你不愿意救外婆 是否另有原因 小红帽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今天到此为止吧 什么 你怎么能这样 我还有急事 我先走了 糟糕 要让她跑了 刚一下 村长爷爷 老爷子 你怎么来了 亨特 说不过就跑 可不是男子汉的作风 但 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 等把话说完了 再去也不迟 再说 我们都想听一听 周围的路人都围了上来 众目睽睽之下 猎人一时间 无法溜走 小红帽 最终能逼猎人 说出真相吗